歡迎繼續回到我們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 我們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有一個特別的plus 這個plus我覺得非常珍貴 而且我超愛這個合作 我也非常的謝謝 今天晚上在娛樂一世代 他們剛剛從宜蘭開車來 一起歡迎告五人 大家好 我們是告五人 我是潛青 我是雲安 我是哲謙 我覺得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自從上次專輯的訪問之後 我們就沒有聊天了 這段時間你們做了好多事 小巨蛋 高雄巨蛋清唱會還有各地的演出 所以你知道上次我們在做節目訪問的時候 不是那時候就有約定說 有一天我要跟你們回宜蘭嗎 然後我要在那個車上跟你們聊天做訪問 後來我就發現雖然你們每天回宜蘭 但基本上我很難穿叉 為什麼 因為你們好忙喔 對這陣子 真的很多事欸 這陣子真的比較忙碌一點 我覺得我們每天的行程有一個陣就是看日出跟看星空 真的真的 因為你們現在是分開開車來嘛對不對 對 潛哥一台我一台 對啊然後我剛剛就在跟潛哥聊天啊 他就說我們平均書畫是三個半小時 從宜蘭到台北的時間是多久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約幾點 我們就會在早上七點多的時候出門那時候不會塞車 對 大家都問我們說通勤會不會塞車什麼 其實我們沒有塞車過 騙人 我們都避開了 你剛剛沒塞 我剛剛沒塞我剛剛塞南京東路 台北真的很塞 因為我真的覺得非常的佩服你們喔 就是每天這樣子宜蘭台北台北宜蘭 需要幫健康哥在宜蘭像個風水好的位置嗎 需要啊 因為我不是阿羅哈嗎 你是叫阿羅哈 夏威夷 夏威夷 阿羅哈也可以 我差點講成Banana 反正就是那個image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哪一天我就要跟著你們回去嘛 然後那天我就住夏威夷這樣 OK嗎 什麼問題 住別間啦 住別間啦 怕房型已經都滿了 怕吵到健康哥啊 怕吵到健康哥 我挑一個你們就是無限期的挑選一個你們最放鬆的時候好了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段時間你們真的累積很多的事情可以聊這樣 所以我也覺得太棒了 因為上次我們把那個焦點是放在專輯嘛 專輯也很好 所以就衍生到後來有這麼多的演唱會都這麼成功 謝謝 謝謝歌迷跟大家的支持 接下來就是高雄巨蛋 高雄巨蛋已經快了 對快了 我很緊張欸 當然這次也有一些小小的跟台北不一樣 不一樣嗎 有嘉賓 那要衝高雄真的 有嘉賓 兩場都有吧 等一下等一下 我那個都其實很喜歡那個你的哥哥當嘉賓這一段 真的嗎 對 我覺得就是誰來當嘉賓 就基本上對我來講都是一個有嘉賓 但其實我真的不會想到就是你的嘉賓其實就是你們的神秘團圓 哥哥寫了那麼重要的歌 夏天 我覺得我們甚至說公司上下都覺得第一場演出應該要留給哥哥 最重要的人才是 還好我看到那一場 第一天 對對對 我就覺得哇太有意義了 高雄的話 因為那個哥哥的小朋友那天那個幼稚園有那個很重要的事情 有活動啊不行啦 如果我說這比較重要我可以理解 哥哥小朋友幼稚園的活動比告五人在高雄巨蛋的活動還重要 要 重點是幼稚園老師是我們歌迷 對 大嫂還拿那個專輯回來說那個老師要簽名 真的喔 好開心 老師我們簽好了 我簽好了啦 等一下簽個要把他補簽囉 好的 老師你改簽好了 對我們那天還是讓那個神秘團圓可以現身在高雄巨蛋 這樣子 所以呢 這樣好像有點破梗 會不會有人真的就很期待就哥哥出現這樣 我相信我希望他可以未來更多時間可以參與到我們的高雄巡演 然後他哥哥是一個以家庭為重的人 所以然後因為我們的工作時間跟我們的所有行程都很彈性 對啦我跟你們講了 一旦進入這個行業就很難以家庭為重了 對但今天真的很開心 因為高雄人來到娛樂一世代 有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人生第一次 這是第一次 我本來以為是怎樣 告五人宣布進軍日本這樣是嗎 好所以如果現在是在日本做訪問的話 告五人你們上日本的電台你們會怎麼自我介紹 哇我可能真的 我真的很難耶 因為我很怕就是我口音講不好會鬧笑話 不會啦我們是台灣人哪有差 我們先講英文 對 先講英文然後再講一點日文 對 不錯啊雲安你講的挺好啦 這樣就是有一種親切感 這個我就裝得像 所以如果是告五人你們應該會用英文嗎 應該是 不然我們也可以教他們怎麼唸 告五人 我大家是告五人 今天我們有他們的最新日文單曲要在節目中介紹給大家 很緊張欸 兩天錄音的時候我們就唱 而且就是我沒有真的 我是真的日文就是零的人 零基礎 零基礎 我說的日文都來自於就是動漫跟日劇 那我相信我們在場至少是我 我也是來自動漫 來自漫畫各種宣討 但現在的人都是從動漫來的啊 對啊就很快啊 連接觸日本的流行音樂都是從動漫來的 HG的文化 沒錯 那所以你們要唱日本歌 日本歌詞對你們來說就是一開始就蠻困難喔 我覺得對我來講很難 所以我們公司有請到日文老師來 去糾正我們的日文發音 主要也是因為這個甜詞人非常厲害 他寫了一個很好的日文歌詞 但是我完全沒有想到這首歌可以變成這個狀態 對就新的樣子 其實這個如果這個人也會講中文的話 他就理解不會講日文的人要來唱日文歌的話 我要寫什麼歌詞 剛好他會講中文 剛好他會講中文 他會講日文 他還會講英文 還會講英文 好厲害 如果這個人又很帥 哇不得了 又帥嗎 真的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他就戴著墨鏡 我就覺得哇 巨星的感覺 我們約在一個中式餐廳 然後我們走進去的時候是一個包廂 我遠遠就看到他很有氣勢戴著墨鏡的那個狀態 坐在那邊插著手 然後我們就你好你好 然後他點頭很像那個日劇裡面 所有的那種彈吐都是輕輕點頭這樣 我都希望定山就是這樣 你說他叫 我們都叫他定山 定 我知道在日本有一個超有名的叫藤剛店 對 就是他 怎麼可能 真的就是他 他忙成這樣他拍戲 他做那麼多事情 他怎麼可能要 他還幫幫我寫字文歌詞 然後重點是我們還有跟他一起去吃飯 我覺得這天啊你知道嗎 而且他全程他非常有禮貌 他用中文 他是很紳士 藤剛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一個熱愛音樂的日本演員 日本一線的巨星 這一次跟告五人的合作 就是幫告五人的日文單曲寫了歌 寫了歌詞這樣子 等一下所以這個 這個講日文這件事情 謙歌都不用幫忙嗎 有有有 他一路都跟著我們學習 謙歌就是這樣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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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鼓要唱合音嗎 要 因為其實我們在演出的時候 那個 云安全新在前面唱 其實我也會跟著唱 但不能是他們在唱日文的時候 然後我唱 中文 對 或者是你不小心忘了日文歌詞 沒有就是要把它背起來 對啊 然後跟他們的口型是一樣的 這樣三個人會有同步的感覺 對 對 就算你麥克風也沒關係 本來告五人就是同步的感覺 但是呢 因為這次加上了騰鋼店 日本一線知名演員 有熱愛音樂 除了幫你們作詞 那我覺得你們應該邀他一起演唱啊 我跟你說 這就是我們認為很扯的地方 怎麼了 他很會唱 他本來就很會唱 對 然後我們聽到的時候想說 哇 這個聲音 唱這首歌 太match了吧 對 一起唱了這首歌 你們有一起唱 沒錯 各位 我現在要正式宣布 告五人的日文單曲 首支日文單曲 是有騰鋼店的合唱 而且由他來作詞 那曲呢是哪一首歌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畢人小人我 我們那時候其實提供了很多個方向 提了很多 然後沒想到他 定賞他很喜歡這首歌 我以為他會選愛人錯過 對啊 因為愛人錯過感覺那個節奏 也蠻像J-pop 或是披心啊 夏天 他選了一首我沒想到的歌 對這個真的是出乎意料 沒有想到他喜歡這首 因為當初寫這首歌的時候 我自己就是因為我很喜歡 華語歌曲 對啊 那華語歌曲就是覺得 他在樂團裡面 他應該寫成什麼樣子 我自己有下了一個功夫 但我沒有想過他可以變成 有日文的結合 對啊 所以當初在創作這首歌的時候 真的沒想到 他自己開出另外一個新生命了 這樣子 真的是新的一朵花 真的是好不容易 真的好不容易 你們不是有一首歌叫好不容易嗎 等一下 好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不會是這首歌吧 而且他還定賞還重新附著這首歌新的意義 對全新的畫面 我現在雞皮疙瘩 因為我覺得好不容易這首歌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第二我覺得這歌其實也適合日本 我覺得也有 真的嗎 因為這首歌其實就是說 以現在日本來看的話 他的那個旋律很容易被記得下來 而且因為他這樣子的節奏 對你們來講 在唱日文上面可能比較不會那麼困難 沒有啊 超困難 真的嗎 我覺得真的蠻難的 旋律可以讓你們可能唱起來輕鬆一點 等一下我們示範一次給金翔哥 下足功夫 哇真的我們是一個字一個字這樣子 然後羅馬拼音嘛 然後就拿筆就一直在那邊畫 因為老師說的日文是一拍一拍這樣子唸出來 所以我就要畫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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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記得這首歌應該 對不對 啊音樂前面不是 因為他前面真的剪得很急促 好好好我想聽我想聽 然後老師一開始唸的時候 我就問我們真的要裝這個嗎 老師是在太看著騎我們 還好我們老師就是很厲害 他自己也是日本人 民族人 太棒了耶 我覺得接下來我要就是好好的讓大家聽到這首歌 好的 這首歌是告五人最新的作品 也是這個日文單曲 那他們你們不是高雄巨蛋 不如到時候有機會可以唱給大家聽啊 好啊我們安排看看 你們有背過歌詞了嗎 就是可以背起來嗎 其實背是可以但主要還是就是發音還是希望可以是 是準確的 如果羅馬拼音輔助可以出現 好練一下啦 對在前面的話 因為我們常跟你們說我們演唱會沒有字幕 我們唯一的字幕就是那個下一首歌是什麼 等一下要幹嘛 就演唱會的程序有字幕 但歌詞沒有字幕 對那如果萬一要唱的話 還是給個字幕好了 然後 上面可以拼音吧 對不起啦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你會聽到這首歌 好歡迎繼續回到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今晚在娛樂一世代我們有告五人 因為今天要來首播他們的日文單曲 那這首歌就是大家很熟悉告五人的一首歌 就叫做好不容易 然後填寫的日文歌詞的是騰鋼墊 那他給的這個新的歌名嗎 對沒錯叫做Hallelory 就是晴天 晴天怎麼樣 你那時候真的沒想到這首歌 後來會有一個 完全沒有耶 但我覺得他畫面和好不容易其實是一樣的感覺 其實描寫的故事也是那樣 那很厲害 但是應該說內心的感受是一樣 但其實故事的走向其實不太一樣 不一樣 就很多元化 雨過天晴有多麼好不容易 他其實大概是那個狀態 雨過天晴 但他也有好不容易的概念 真是厲害 所以我們在今天會聽到這個歌 但在這之前我們可以先聽到什麼 聽到騰鋼墊來了 有他的聲音 他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合作的感想 真的嗎 你們應該沒聽過吧 希望他不會覺得我們很吵 你們在台北錄音嗎 然後你們也見過面 然後也談了很好的合作這樣 我實在很期待你們同台耶 天啊 我們去跟公司請求看看 如果是在日本我就衝 真的嗎 他應該沒有空來吧 對阿 我是這樣想 我是這樣想 對阿 好喔 那我們現在一起聽好嗎 今天這首歌呢 是我把告人的好不容易 重新用日文填詞 然後和告人進行了一個全新的演繹 算是對中文原版的一首Answer song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覺得會喜歡 很喜歡 好喜歡 我不知道他現在是在什麼角色 我覺得他在念台詞耶 我覺得定的很像是一個軍王有沒有 將軍之類的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真的喜歡 謝謝 真的很感謝 因為他真的定場真的很忙碌 他怕氣然後現在要錄音 所以其實很感謝他 而且其實他天車的時間啊 我覺得很厲害 他並沒有說放一年兩年 他是在時間內就給我們一個很好很好的詞 而且這個time 其實對你們告五人來說 其實我覺得剛剛好耶 對啊 因為你們這樣的話 可以一波一波有一些新的內容 特別是在高雄巨蛋的演唱會之前 你看歌迷又可以聽到 哇你們有日文歌耶這樣子 對啊 你們對進軍日本有興趣吧 我對日本旅遊有興趣 日本美食可以有興趣 美食 那進軍的話我覺得 也是要看公司啦 我覺得也是在於我們對於日文的造詞 或者說其實對各種不同語言的造詞 我們其實都有一點點興趣 我們最近也很在勤練英文嘛 要去幫callplay開場 要去幫callplay開場 所以其實也要勤勤英文 總共就說 真的耶 真的每個一段時間 我覺得告五人就應該來上一下節目 他們都好多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那時候看到你們要幫callplay開場嘉賓的時候 我也是雞皮疙瘩 我們自己也是 然後覺得哇這真的是 真的是 然後訂賞也來了 我覺得哇 哇 謝謝這些歌帶我們去看好多人 我覺得這是我們的歌帶我們找夜生活 對 我們夜生活都是這些歌還有這些歌迷 太棒了 好回到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 不好意思我們這整段都有點在那個 就是好像對歌迷啊或者是對我們的聽眾啊 就有一種就是一直一直不播是怎樣 就是要讓大家就是你知道熟悉這首歌 再一次熟悉 才有新的感覺 對好這首歌我們等一下就會播 我因為已經聽過了我就覺得實在太好聽了 接下來我就是都要一直播這樣子 謝謝 好那如果今天你們已經有第一首日文單曲了 我想你們跟日本的距離也越近這樣 如果我們天馬行空的想像千哥有一天 你有沒有一個在你心目中的日本偶像是誰 許願 來的太快千哥來不及準備 那個剛剛不是講那個動漫嗎 動漫 然後那個動漫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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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漫畫的 畫漫畫的啊 韋田老師 對對對 不是 我想說你可能會講什麼打鼓的老師 希望可以在韋田老師 就是作品裡面展現出我們告個人的作品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那時候 那時候是我念國中的時候他開始看他的漫畫 然後我覺得他裡面有很多 雖然人物角色不一樣 但每個人在堅持的那個態度 我覺得都是一直是我在學習的對象 一直到現在 哇真的很棒欸 你的答案太讓我驚訝了 我一直搜尋有沒有哪一個鼓手跟你們一樣 想說應該總是有個鼓手吧 我剛剛以為他想演奏家 對對對 好那如果是雲安 雲安 我自己喔 我覺得就是如果可以跟新海誠導演 哇 能夠有這個 機會合作 合作不敢講 見面就好 或者是可以唱他的那個動畫的那個 那個中文版主題曲也不錯 對對對 好就當台灣的La De Wimps 哇 過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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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要加油 對那犬青呢 我其實真的很多欸 因為我前陣子其實又再重新看了一次 魚多田光的那個在大舞蹈館的那個演唱會的那個DVD 我真的很喜歡他 然後他的專輯其實 第一首歌是那個Come Back To Me 然後後來是因為他那個Hot Station 那一張專輯又 Hot Station太棒了 真的很好聽 對我現在還是會聽 所以就覺得哇 如果可以跟他見面 然後我就想說天 我很喜歡魚多田光 可是我也很喜歡安氏 可是安氏現在就是 比較機會妙茫 比較沒有辦法這樣 對對對然後我自己 最近又超愛Lisa的你知道嗎 就是很有動力 然後我就很想看他的演唱會 Lisa很容易吧 因為他現在最近又在那個巡演 對啊對啊 Lisa比較不難 我覺得魚多田 唯一的好處是 你們直接可以用英文溝通 很簡單 很不容易見到本人 搞不好你們去英國還比較容易有機會 看能不能碰到他 對啊 因為他的錄音 對他好像生活工作都在英國 對對對 對對對 好啊帶著夢想前進吧 沒問題 好 One Peace 今天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播告五人 首張日文單曲 歌名就叫 晴天 是晴天 大家期待嗎 我們現在要播了 謝謝告五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